作詞 фильм 《慧玲大衣》 compte.com 《慧玲大衣》 这个家是爸爸妈妈以前跟我 一起共同居住的家 其实也是一个二十多年的老屋 所以让我想要把这个家重新整理一下 那我的工作其实很忙碌 所以我想要一次到位 把它一次做到好 这是女孩由纯真的同志 蜕变为成熟女人的居所 在独立建构家庭成为勇敢的母亲 而后因为国际疫情 有了充裕时间整顿家园 再回首走过的点滴与母亲的离世 她决定担心曾经成长的家 其手父亲与孩子同住 让老屋回春 传承三代同堂的情感 我们屋主是一位美丽的空中小姐 她飞了这么多国家 到过世界各地的欧式建筑 她本身对美学的坚持 百看不腻地 以欧洲整个设计风格为导向 营造的创意来自于 很典型的巴洛克 洛格可 在一些装置艺术的一些配置 带一点点的时尚 融合巴洛克 还有这些古典的各种设计语会 营造出这样的充满宫殿 然后又有亲切感的一些度假风格的 一个饭店宅 那当时一开始 他们觉得我喜欢的是美式的风格 比较简单的 但是在装修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一起去挑家具啊 挑壁纸啊 渐渐发现其实我内心喜欢的是 比较欧式有点华丽的风格 所以他们一直不停地修正 最后的版本 其实跟我一开始看到的 底板的设计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这个玄关区其实呢不是很大 它的正上方有一只超级大 让整个空间的高度被压缩了 所以呢利用一些错觉设计 以进门的时候 你会看到是一个对称的鞋柜 其实呢 左手边是一只大柱子 右手边呢 其实是我们每天一架常用的旋转鞋柜 那这个地方兼顾到实用性 它的正前方我们弄了一个 金字迷你的穿鞋区 也就是一进门的时候 你除了欣赏地板的异国风地砖之外 坐在这里换鞋的时候 整个空间呢就已经开始营造出 你到了一个度假饭店的氛围 因为家里有两个男生 所以在颜色上 我们让玄关 客厅 公共区块 都是属于比较大气奢华的金色系 就像欧洲皇室 华丽的感觉 而女主人喜欢的粉色 就放在窗边的卧榻 以及她客人的卧室里头 由于女巫主喜好的是欧洲文化 这次的风格 整体走的是精致的洛可可 法师浪漫风格 又带有东方的艺术图腾 在沙发背墙 以及走廊的端井部分 我们搭配了金箔 迎国为底的花鸟图腾 希望将霸洛可的绚烂豪华感 结合洛可可的花鸟自然艺术 与新古典的繁简平衡理念 使整体感变得独特 温馨与浪漫 沙发背墙 特别请汪哥画上四只鸟 更象征着屋主一家人 代表屋主 儿子 爸爸 以及已经在天堂的妈妈 我们在客厅这里面看到壁炉的造型 上方甚至于左右两边都会有柱头的设计 其实都是一些你想象不到隐藏售纳空间在这里面 最重要还有整个空间的风格营造 是这整个空间的精神所在 这个房子当初餐厅这个区块是一个小房间还有一个小厨房 我把这个小空间营造出四个工人的共同使用区块 它同时可以兼顾到餐厅书房还有厨房 所以当我们从客厅往餐厅这个地方走 有一种充满仪式感的一个双开门 这一打开之后 一路眼帘有一幅瓷砖做的大壁画 它除了好看之外 我们利用这样的材质可以防止油烟 既兼顾到美感又兼顾到实用 在这个大幅壁画的后面 左手边是厨房的所有电器柜都藏在这个壁画的后面 在右手边藏了涨地机器人电子衣柜 让整个空间营造出既美感又实用 餐厅这个空间除了用餐之外 或者是在这边阅读听着古典音乐 其实跟饭店所要营操出来的那种气氛 几乎是一个样 我们把戏场又没有采光的空间 变成是一个文化走廊 可以展示屋主在国外收藏的一些艺术作品 走廊的底部有一个端景的规划 把一个中国图腾会出现的花鸟壁画 展现在这地方 这个就像一幅田家福的象征 另外在廊道旁的客浴 把机能一分为二 让洗手台可独立使用 达到客浴功能多重功能 也能够化解廊道的狭长阴暗感 而这房选用蓝色壁纸 实现沉稳的个性氛围 面对天花的梁柱问题 设计以模型线板隐藏修饰 同时为了增加卧房的美心收纳 更在墙面以内牵式设计 满足书籍与公仔的展示需求 屋主爸爸专属的掌清房 并面以华丽的金色花边壁纸 营造温暖活力的气息 同时侧边安排专属工作桌 及大面开放柜 提供展示爸爸的精心创作 补握这个空间 在打开门的第一个位置 有一个很精致梳妆空间 虽然不大 但是它有很多隐藏式 你所想象不到的一些收纳 可以展示屋主正在使用的生活用品 原本大量压床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床跟衣柜互相对调 看到床的正前方 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装开门 这是女生最喜欢的更衣式设计模式 它的右手边是一只针的大柱子 左手边做了一个对称的假柱子 它也是一个隐藏版的收纳空间 里面可以放大型的行李箱 比较生活上不需要用的一些大型物件 都可以藏到这个地方 当门一关上的时候 整个非常完整的空间 加上一些手绘的壁画 让整个空间充满浪漫又古典的氛围 主卧室选用粉色为主题 加上汪哥手绘的花鸟图腾作为壁画 打造出女主人的梦想闺房 特别在卧室的夜灯的部分 利用浪漫的星空感作为打造 当中的十二颗星星 更象征着十二星座的语意 以法式五星级饭店规格所打造的主义空间 是以金色系作为点缀 选择像公主般的蓝色礼服 这个蓝色的大礼石作为大面的铺陈 因为蓝色是一种让人倍感期待 充满希望的色彩 传递正面的能量 希望带给屋主在专属自己的沐浴时光中 感受着我们对她的爱与祝福 很多女孩子应该都很向往 自己可以像公主一样住在宫殿班 现在做的样子真的是 我内心中最想要的那个样子 真的比我想象中漂亮很多 进来这边每天都会很开心 我甚至觉得我家比饭店还要漂亮 弄成这样真的觉得很值得 我应该早点装潢才对 现在也不晚了 对 就觉得很棒 有一个重获新生 重新开始的感觉 这次的女屋主是一个外表温柔 内心坚毅的女性 让我想起美国知名电影中 小妇人的对白 女人有自主思考力 有灵魂 也有感情 有野心 才华 也有美貌 爱情不是女人的全部 在亲力亲为的设计施工过程中 我们以好设计 好品质 好朋友的精神中做实践 更感受到屋主三代对彼此的爱 我们希望以金字手工木座的温度 艺术的设计 将发饰软妆的柔软 带给屋主一家人心灵富足的生活 未来的日子会越住越漂亮 越住越美好 这次的装修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很开心能遇到汪哥跟Vivian 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 给我很多建议 也陪我挑了每件软妆家事 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专业 以及亲力亲为的态度 就像电视影片上看到的那样 真的说到做到不假他人之手 包含师父的巧手功力 亲身的体会到他们对屋主的关爱与用心 就连我儿子看见完成的家 也只说了一句 只有汪哥跟Vivian 可以超越汪哥跟Vivian 我们真的都太喜欢了 期待未来在这个 如法国凡尔赛宫的家 可以展开更多美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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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